虽然水魂与空魂这两个俗称是因盗版商借热门品牌蹭热度卖卡带而留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不过从开发团队的血统来看倒也可以算是微妙的贴合 哈喽大家好我是专注者闲热爱跑题的不死鸟琴玄 依照原定的计划这期是打算把武装飞鸟2的坑给填上的 不过上周回顾第二回Games的大赏的视频中 发现有一些朋友在弹幕与留言里 多次提到CPS1机版的开山之作失落的世界 就是空中魂斗罗的街机版 其实这是一个因为资讯不发达 游戏观感又极度相似而造成的误会 虽然有些朋友已经知道了真相 不过直到现在还会搞混的朋友 貌似也并不少见 所以本期视频的内容临时更换为失落的世界与最终任务的回顾 失落的世界由卡普空制作发布在1988年7月上市 主力开发人员包括安田朗、西谷亮、船水绩效与钢本机器等 后来造就了街头霸王2奇迹的一众大佬 因为注册商标的原因 游戏登陆海外市场时改名为被遗忘的世界 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 它被陆续移植到了包括世家MD在内的9个平台上 不过其中并不包括空中魂斗罗所在的FC平台 而许多老玩家俗称的空中魂斗罗 日版原名最终任务 美版原名SCAT 欧版原名纽约行动 1990年日版登陆FC由Natsme制作 提到Natsme不免要Q一下科勒美 Natsme创立时的核心成员主要来自科勒美 这些经验丰富的开发者 曾深度参与过魂斗罗系列的开发工作 后来因为一些科勒美的迷之操作 导致该团队集体出走 成立了Natsme Natsme在成立之初便开发了大量素质优良的作品 因为盗版商的大力推广 国内玩家最为熟知的作品 便是冠上了水上魂斗罗之名的赤影战士 与空中魂斗罗的最终任务 虽然水魂与空魂这两个俗称 是因盗版商借热门品牌蹭热度卖卡带 而留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不过从开发团队的血统来看 倒也可以算是微妙的贴合 虽然被冠上了魂斗罗之名 不过只要接触过两款作品的玩家都知道 赤影战士最终任务的系统 与魂斗罗系列的差异 实际上还是很大的 赤影战士与其说是魂斗罗 更像是品牌价值 让光荣脱裤膜至今还能吃上两口的 忍者龙剑传 而最终任务 虽说与失落的世界之间 并无实际的血缘关系 但是能够造成如此大规模的误会 要说是无心之举 说服力也有限 包括许多国外游戏网站 在提到其中一款游戏时 都不免会提到另一款 不过话虽如此 两款游戏诈验看相似性确实极高 都是操作猛男在空中飞来飞去的卷着STG 然而两款游戏实际上手的体验 以及游戏剧情方面的差异 简直不要太大 失落的世界使用的基板 是后来在大江南北遍地开花的CPS-E 但是原版游戏的控制设计 却并非常见的八项摇杆 加普通按键的组合 原版机台左手控制的 还是那个常见的摇杆 但是右手需要控制的 是一个带旋钮的特殊按键 这个旋钮的作用 是对角色的攻击方向 以及服务器的位置进行调整 类似的设计其实并不新鲜 SNK稍早推出的NUN系列与古巴战士 也采用过差不多的概念 不过当时是将旋钮的功能集中在摇杆上 失落的世界将视角的操作放到右手来控制 其实会更便利一些 总共可以向16个不同的角度发起攻击 而服务器的攻击方向与角色保持一致 由于没有接触过原版机台 所以对于这个设计的体验究竟怎么样 我无法做出准确的评价 希望有接触过原版机台的朋友 可以分享你们的感受 2005年 失落的世界随卡普空经典合机 登上了Xbox和PS2 旋钮的设计被更容易操控的右摇杆所替代 最终任务的操作 老玩家就应该很熟悉了 角色自身只能朝左右两个方向发起攻击 服务器的攻击方向并不跟随角色 但是可以在游戏过程中进行调整和锁定 日版需要玩家进行手动调整 美版的服务器在未锁定的情况下 会不断的在角色身体前后自动移动 两个版本都是利用A键来锁定服务器的攻击方向 火力升级系统 失落的世界是在商店购买火力 但是火力升级道具只针对服务器 而最终任务所采用的是道具时取 与前者刚好相反 该作中的火力升级道具 只针对角色本身起作用 关于两部作品的难度作为一个资深手残 两款游戏我都做不到依靠正常手段顺利通关 不过至今我依然觉得 日版最终任务的难度实在是让人头疼至极 失落的世界的配乐由河本归代创作 虽然获得了第二回Games的大上最佳VGM第九名 但是游戏过程中战斗音效实在太过嘈杂 导致他声音方面的整体表现并说不上很好 而最终任务的配乐由曾青红创作 他曾是举行波俱乐部的成员 虽然这个名字或许都算太响亮 但是对于老玩家来说 他的作品肯定听过无数遍 FC版魂斗罗的配乐 就是由他与钱泽秀红共同创作的 所以最终任务的配乐 给人的感觉总是带着熟悉的味道 而剧情方面 一个讲述的是带有一丝荒诞气息 柔杂的各种怪力乱神的幻想故事 另一个则是近未来抵抗外星人入侵的故事 失落的世界的剧情像是放飞自我的大杂烩 怎么看都觉得像是几个人随便在办公室里拍脑袋就决定的东西 整个游戏中大到最终boss小到过路杂兵都有名字 唯独两位主角不配拥有性命 游戏的背景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了相当的高度 但是一位名叫天地拜奥斯的破坏神与恶魔造物主 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创造了八位邪神 并派出吸引人军团毁灭了所有文明 人类一直进行抵抗 直到最后的城市也化为灰烬 被摧毁后的人类世界被称之为尘埃世界 抗争并没有就此结束 人类的怨念和悔恨汇集将两位无名英雄召唤至尘埃世界 在无良奸商女神希尔菲的协助下 两人莫名其妙的开始了讨伐巴奥斯的战斗 游戏共分为九个关卡四个阶段 四个阶段分别是人类现代文明的遗迹尘埃世界 古代人类文明的代表图堂卡蒙的金字塔 元素过于混乱的天界 以及最终关卡拜奥斯所在的巴别塔 第一阶段的各个boss 是人类文明毁灭后尘埃世界中的霸主 第一关的boss草旅虫 是一个只有神经体的怪物 负责管理已经陷落的尘埃世界 第二关的boss成龙 是在征服尘埃世界中非常活跃的成龙族唯一的幸存者 不过精力战火的他身体已经全部腐烂 第三关boss 是从拜奥斯手臂中降生的巨大武神像 正是他率领吸引人展开了对人类的进攻 现在是尘埃世界的主宰 第二阶段的敌人 是被天地腐化的古埃及神明 第四关与第五关的boss 就会根据分支路线选择的不同 登场顺序也会有所差异 古埃及太阳神拉所乘坐的太阳船 被拜奥斯封命了扇之星 守卫着金字塔中的壁画 斯芬克斯也就是著名的师生人面相 不过他会有一个与大家熟知的形象 完全不同的第二形态出现 第六关的boss 法老图唐卡蒙 拜奥斯将生命之力灌入到就位法老的官国之中 让他拥有了不停复活的能力 天界中出现了大量中国元素的东西 道童头行的杂兵 正门的石狮 以及背景中多次出现的形似洗年殿的建筑 不过这个阶段开始 有关boss的背景信息也草率了起来 第七关boss冰人与第八关 镇守八别塔大门的雷神与风神 除了名字之外 几乎没有任何关于他们的背景资料 进入八别塔后 终于见到了最终boss天地拜奥斯 不过就位来路不明的灭世大佬 除了名字和破坏神与恶魔造物主 这两个牛逼闪闪的称号 也没有更多的信息留给世人 战胜拜奥斯后 残破的世界终于恢复了和平消失的文明 也将重新被孕育 失落的世界故事也到此结束 而最终任务的故事 日版与美版虽然基本脉络大体相同 但是文本上存在许多差异 个人感觉日版过于简洁类邪 而且两位主角的待遇 与失落的世界一样不配拥有名字 在这个时代 人类已经忘记了和平的意义 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 世界受到了突然的袭击 巨大的光束从天而降 摧毁了一座又一座城市 之后巨大的太空舱降落在地表 敌人开始了他们的征服 一些的抵抗都是徒劳的 整个世界都落入了未知敌人的手中 两位勇士作为地球最后的希望 经过五个关卡的激战 摧毁了敌人的基地 世界也就此恢复了和平 美版的故事 虽然是比较老套的在大漂亮的领导下 英雄冲锋陷阵 战涉了邪恶外星侵略者的故事 相较日版要更丰满一些 首先两位主角取了两个蹭热度的名字 阿诺德和西格尼 前一位是大名鼎鼎的州长 后一位则是异形的女主角 都是当时美国顶流的动作明星 游戏的剧情大致如下 外星军队的最高指挥官 马尔默特一直监视着人类 等待全面发动入侵的适当时机 2029年 他终于寻找到了地球防御的薄弱环节 开始下令禁军 美国总统收到了入侵将至的消息 在会见了所有大国领导人后 足见了一支可以保卫地球的特种部队 SCAT 也就是美版游戏名字的来源 人类的未来掌握在SCAT两位精英成员的手中 关乎人类从而那战斗就此开始 在成功摧毁了敌方基地后 返航途中的英雄被告知 总统要为他举办一场盛大的游行 但是一行只想休假的英雄 谎称自己的通讯器材故障 收不到信息 颠簸另一头的指挥官弃脑的下令 让他必须回来参加游行 游戏到此结束 除了标题系统与剧情外 每日版本还有细微的差别 美版可以在游戏开始前对于角色进行选择 不过两个角色并没有能力上的差别 美版各个关卡之间还有地图展示 另外游戏画面的细节也有些微的差别 最后闲扯一句 江湖传言 那次美当初出走时对老农家的积怨极深 但是在维基百科最终任务条目中 著名该游戏1992年在澳洲推出时 发行商是科了美 不过由于所能查到的资料有限 这条信息的真伪暂时无法验证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点击三连并关注我 你的简单肯定与支持 对于我都有重要的意义 作为一个新人UP 我会继续努力带来更好的内容 如果你对本期视频有自己的见解或意见 请务必在下方留言或弹幕告诉我 谢谢观看 下期再见